我今天穿上它都烧脚 太奢侈 运动鞋的收集呢 它是有英文的 那英文我说不了 翻译过来的意思呢 就是脑子里装满着球鞋的人 简称鞋头 鞋头 就是热爱球鞋 热爱球鞋文化的人 我们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不打篮球 但是他热爱收集球鞋 很多人有丰富的经验 能分辨出真品和艳品 就跟我鉴定古董一样 那这鞋我鉴定不了 但我这双肯定是真的 那么球鞋呢 今天也渐渐成为 带有文化的收藏品了 它可以和其他的奢侈品藏品 在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这个收藏品呢 不是偶然出现的 养文化的收藏品 大部分都是有实用性的 它跟我们传统的文物 是不一样的 导致后来有人收藏 就有人使用 你收藏了很多鞋 但有人买过鞋 它就是为了穿 多贵 它都愿意穿在脚上 满足内心的一种需求 球鞋收藏是一种 亚文化现象 它不是纯文化现象 它依附于文化生存 我脚上的这双鞋啊 明白的人啊 我上场的时候就知道了 不明白的人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脚上这双鞋呢 是一双联名鞋 它是乔丹品牌 和美国的说唱歌手啊 特拉维斯斯考特的联名 斯考特是一个很受年轻人喜欢的饶舌音乐人 那说话特快 美国黑人那个饶舌歌手特厉害啊 他是非常潮的一个人 据说呢 这是2019年 AJ邪王 你看人家给我搞了一双邪王 AJ是耐克旗下用乔丹命名的一个系列 1985年乔丹以高薪合约 被当时还是小厂的体育用品商 耐克牵制名下 你看人耐克那个眼光啊 那种能看得长远 耐克就以乔丹推出了第一款 以乔丹命名的球鞋 JJ系列的第一款 当年它是革命性的产品 因为违反了NBA的统一招装的这个规定呢 被禁止比赛时候穿着 但乔丹呢不管那套依然穿着上场 导致每厂呢被罚5000美金 乔丹太有钱了 罚5000美金就罚了吧 一开始这双鞋并不火 但谁也没想到它 它现在今天能那么火 连世界最著名的拍卖行 都开始拍卖球鞋了 现在有很多人把AJ叫为A锥 后来直接管这鞋叫锥 叫锥 大家注意这双鞋的耐克钩 钩看到没有 这面啊 这面我这身子转不过来 这面钩反着的 俗话说钩子一反倾家荡产 什么意思呢 就这鞋特贵 说的就是这双鞋 贵啊 贵它也有人买 除了设计新颖 它比一般的AJ的鞋贵的原因呢 还是发售量少 这种鞋发售就不是为了让你穿的 我今天穿上它啊 都烧脚 太奢侈 二级市场还可以买到这鞋 一级市场你就甭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